海贼王,什么?太多妖子背头,狂死狼不讲武德!大乱斗在升级! 海贼王996话终于更新了,非常精彩,多处爆发大乱斗,让人热血沸腾。下面,和阿姬一起去看看吧! 凯多严厉谴责,年轻人不讲武德!我的事啊!本话中,楼顶的对决还在继续,凯多老师敖战赤俏九位年轻人。 只见凯老师挥动无上大快棒,打出一棒又一棒,左正棒,右边棒,再接一个左四棒。 九位年轻人没一个能防住,眨眼功夫全倒在地上。叫你们不讲武德,在宴会上偷袭五十多岁的老同志,这就是下场。 虽然凯老师会人太急棒舞的狐狐生风,但无奈他对上了一群不讲武德的年轻人,虽然打趴了所有九霞,但自己也负伤了。 战斗中,一个名为狂死狼的小伙子趴的一下冲过去,很快的,对住凯老师的妖子就是一刀,场面触目惊心。 凯老师真是大了,没有闪。 还有,这年轻人捅哪里不好,非要捅妖子,看来是训练有素,有备而来,这样不好,奉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。 佩吉万,乌尔提遭遇意外对手。 镜头回到本话开篇处,小玉骑驻大驳卷就下纳美,乌索普,要是再晚来几秒,两人怕是凶多吉少。 小玉知道自己不离两位古代众,就下两人后边大步跑路,只留下此前收服的沸沸丸拖住皮吉万和乌尔提。 提吉万应该很不高兴吧?自己虽是六子中最弱的,但让一只沸沸来拦住,看不起我。 小玉给沸沸王的命令是坚守三分钟,但考虑到这时沸沸此前被刚登陆和之国的路飞三秒钟降服,要抵挡佩吉万这位古代众三分钟,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大和硬钢木装甲部队,被再次击火炮击。 另一边,大和继续与沸,左左沸,的装甲部队硬钢,面对又厚又重的装甲,大和一棒子砸出一个窟窿,恐怖怪物丝毫不输凯多,难怪当初一招雷鸣八卦直接秒杀了古代众乌尔提。 但大和毕竟只有一人,装甲部队将其包抄后一顿狂轰烂炸。 寻常人要是被这样击火,他是已经丢了半挑性命,但大和非寻常人,他是凯多女儿,有助怪物血统,这点火力只能让他灰头土脸,皮都擦不破。 当然,大和能这么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恶魔果实,动物系,不但身体素质极强,还具备快速恢复能力,本话中他还险些释出恶魔果实能力。 就在战事交注之时,弗兰奇和盲霸者八卦乱入,大和抓住机会脱身,并顺手秒杀掉了八卦,后续将是弗兰奇和六子木的对决。 大和秒杀八卦乱的招式名为鸣笛,这其中涉及典故鸣笛是父,及匈奴人矛盾在家族权力斗争中杀掉父亲彭曼善鱼的故事。 既然大和都用出了典故招式,相信大家也能对他后续的动向猜到一二,说不定他会与陆飞等人一起正面迎战凯多,大力灭亲。 罗的闲庭信部 整个宴会大厅乱成一团时,罗竟然误打误撞进入了凯多的地下收藏室,在秒杀掉几个追兵后,罗发现了历史文本的踪迹。 话说罗作为重要战地,伟田一步安排他去楼顶战场找凯老师切磋武艺,反而打发到地下室寻找历史证文,其中必有伏笔。 画面中,罗提到了科拉松,并表达了自己想要探索地质秘密的想法。 看来伟田是想让罗在和之国篇章后继续和草帽团合作下去,也许他会与草帽团一起登上最终之岛,去发现地的秘密。 基德将迎战凯多,超行星集合了。 镜头来到另一边,基德,基拉进入疯狂输出模式,锁过之处百兽团战士全员倒下,基德发动能力,将沿途的各类金属器件,百兽团士兵的武器全部吸附过来。 两人的谈话透露,他们要去找最强大的海贼打架。 紫坑陆飞,慎平等人也仍敢往楼顶战场,目标也是凯多,看这样子,超行星们已经开始集合,等九霞们全体失去战斗力时,超行星们将接管楼顶的战场。 凯多老师是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了,你们这些年轻人一波接一波,真是不讲武德。 以上就是996话的内容,对此还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评论区补充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大家